据说同时吃下曼陀斯和可乐就能撑破人的肚子 而网上就有这样一个猛男 想要模仿张国伟的龙溪水 他在吞了几颗曼陀斯后 紧接着狂喝了一瓶可乐 最终他的胃被胀破而住进了医院 为了验证可乐产生的气体是否能将人的胃胀破 凯莉向前男友借来的新鲜猪胃 但实验前他们需要将胃里的奥利给清理掉 而这上头的气味让三人大吃一惊 擦干嘴巴后凯莉用烧瓶配置了一些酸性溶液 并将其灌入了猪胃中 以此来模拟人体的胃酸环境 随后他们在猪胃的上方接上二合一的管子 而在实验时 他们会通过上方的管子分别灌入可乐和曼陀斯 为了让放进去的曼陀斯同时发生反应 他们先用磁铁吸住前面的罗帽 通过抽掉磁铁的方式让曼陀斯一次性掉入猪胃里 最后关闭所有管子的阀门 让曼陀斯和可乐充分发生反应 可这样到底能不能将猪胃涨破呢 然而当托瑞灌入一整瓶可乐后 猪胃就已经开始膨胀 随后格兰又将七颗曼陀斯放了进去 但几分钟过去 猪胃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是胃酸改变了可乐与曼陀斯的反应吗 为了排除这个干扰 他们决定将曼陀斯放入掺有酸性溶液的可乐中 而在到可乐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所在 因为可乐在灌入猪胃的时候 就已经流失了大部分二氧化碳 导致无法继续和曼陀斯发生反应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计划 将猪胃直接套在可乐瓶上 然后再放入曼陀斯 这样就不会因为倾倒而流失二氧化碳了 可这次实验又能否成功呢 当凯莉松手将曼陀斯放入可乐中 瓶子里瞬间产生了大量气体 很快就将猪胃撑了起来 直到胀得像个气球 但最终还是没能胀破猪胃 显然可乐和曼陀斯产生的气体还不够多 为了让气体撑破肚子 格兰决定用高压气罐直接对着猪胃冲气 看猪胃到底能被撑多大 又会不会像炸弹一样爆开 当格兰接通气管 强大的气压立即将猪胃撑得像个气球 并且越来越大 直到破开一个口子 虽然没有想象中爆开的效果 但气体确实能将胃涨破 不过可乐加曼陀斯却达不到这种效果 那么曼陀斯为什么会和可乐发生反应呢 原因就是可乐中存在大量二氧化碳 而曼陀斯表面有许多小孔 这些多孔的结构在可乐中 就会形成无数的气核 使得二氧化碳附着在曼陀斯的表面 从而生成无数的气袍 并且曼陀斯的密度比可乐大 在下沉的过程中积累大量气体 所以就从亭口喷出来 这就是成河效应 虽然可乐与曼陀斯产生的气体 不至于将胃涨破 但这样的做法同样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 熊孩子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 经过发酵会生成甲烷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 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 先进行模拟测试 几理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 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烷爆炸的威力 他们还制作了三个小型井盖 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烷气体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烷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井里点燃了管道内的甲烷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烷被成功引爆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井里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烷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鲁色物不仅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烷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亚当和吉里决定引爆挖石盾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铸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汤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 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 据说有个大聪明将400只窜天猴绑在身上 然后一飞冲天越过了46米的距离 并且还安全降落在湖面上 可窜天猴真的能带人上天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刘烟族首先需要测试窜天猴的威力 看400只小火箭能否承载人的重量 于是他们在发射场搭建了一个垂直标尺 然后在标尺前安装钢索进行引导 以便测试的时候都会沿着固定方向飞行 首次发射的窜天猴没有承载任何重物 当托瑞典燃引线之后 窜天猴以89公里的时速冲了上去 随后他们在火箭的顶端固定了三个罗姆 并且单颗罗姆的重量为50克 而这次发射的速度只有之前的一半 如果按照这样的承载力计算 400只窜天猴的挂载能力为60公斤 显然不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升空 于是他们自己制作了威力更大的窜天猴 并在相同的测试中他们得到 单个火箭能够承载300克的重物 所以理论上400只窜天猴的推力是足以让人升天的 有了理论的支撑之后 留言组开始设计实验方案 凯利为了保证发射的稳定性 他计划让志愿者仰面树躺在冲浪板上 然后将窜天猴固定在头顶的下方 这样就能沿着发射支架上天了 但最难的还是如何才能同时点燃400根窜天猴 破锐决定拔掉火箭的木棍并将它们排列粘在一起 然后在喷嘴的位置切出凹槽 而凹槽内会填充满黑火药 当引线被点燃之后 火焰会沿着凹槽进入喷嘴 这样就能同时点燃所有窜天猴了 而格兰为了减少发射时的摩擦力 他用滑板做了一个底座 同时还增加导轨来稳定发射的方向 可这样真能使人一飞冲天吗 接下来他们来到泳池边上展开实验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请来了假人老兄 并且他的体重和成人相当 等发射支架安装好之后 破锐将400只窜天猴固定在支架上 然后他们在远处点燃了引线 可假人在飞出后转了几个圈就在进水中 而失败的原因是冲浪板的弯曲 使假人提前脱离了轨道 同时假人的重心也不在推力的中线上 从而导致飞行失去平衡 于是刘烟祖决定重新改进实验方案 于是托瑞打造了一个飞天模型 并且假人处于推力的中线上 同时还为模型增加了锥形帽子与稳意 以此来增加飞行的稳定性 而为了检验是否符合空气动力学 他们用模型进行了风动测试 如果模型能在气流中保持稳定 就说明实验的方案没有问题 但测试一开始模型就出现了偏转 之后托瑞更换了更大的尾翼 当他们再次开始风动测试时 模型果然达到了稳定状态 并且用手干扰也能快速恢复 接下来他们在开阔地带进行了是非测试 托瑞将模型安装在发射架上之后 凯利按下了点火按钮 这时火箭直冲云霄飞越了50米的距离 那么将模型放大之后又能否实验成功呢 下面留言组按照模型方案重新制作了发射装置 然后决定在附近的山坡进行实验 并在吊车的帮助下 他们搭建了50度轻角的发射支架 为了感谢老兄为科学现身 凯利贴心地帮他画好了衣容 托瑞则将400根窜天猴安装在装置的底部 而这些小火箭的空载推力能达到400米远 可在载重130公斤的老兄后能否飞越46米距离呢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点燃了所有窜天猴 随着一股浓烟划过 假人被笔直发射了出去 然后在重力的影响下一头扎进200米外的窝地 虽然400根窜天猴成功让人飞上了天 但从假人的悲惨遭遇来看 着陆的时候估计会有一点疼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尝试 据说人在中枪后身体会向后飞 就像很多电影里的效果一样 子弹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延祖打算亲自试一试 想要重现电影情节 就意味着有人要挨枪子 但找不到临时工愿意当志愿者 为确保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只能来到了肉连厂 选用体型和锦里相当的二师兄来单词重任 而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制作一个支架 将二师兄挂在支架的铁钩上 只要对他施加一定的撞击力 二师兄就会随着撞击力的方向掉落 托瑞手当其冲尝试了一些效果 清脆的声音说明支架非常好用 紧接着他们来到专业拔场准备实验 为对比不同枪支射击的效果 当地警局提供了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枪支 凯利将射击点设置在距离目标22英尺的地方 因为经过统计 7成以上的致命枪击都是在这个距离内 经过安全员强调注意事项之后 射击实验正式开始 亚当率先上场 第一次测试的是M4步枪 完美命中目标 但二师兄却纹丝不动 完全不像电影中的这种效果 紧接着托瑞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开始射击 这颗点45口径的子弹也并未打动二师兄 亚当猜测是因为威力不够大 于是吉米升级了火力 他选择了口径尾点44的麦格农手枪 在很多电影中 他的威力可以轻易将人打飞 那在本次实验中 他又能否打飞二师兄吗 随着一声巨响 重达16克的子弹 以每秒1300英尺的速度击中目标 但二师兄依然没什么反应 看来他们只能集中射击 以火力覆盖的方式看子弹能否将人打飞 一阵突突之后 无数子弹如枪零弹雨落在目标身上 但二师兄依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飞起来 很快亚当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大多数子弹都贯穿了二师兄的身体 这就意味着这部分子弹的能量丢失 所以他们决定使用线弹枪 随着一声巨响 二师兄应声掉落 这次实验终于有了动静 然而和电影里的效果还是相差很大 但高速相机却显示目标并不是被打下来的 而是因为中枪后产生晃动才掉下来 由此看来利用二师兄实验算是失败了 他们只能启动B计划 这次实验将用假人进行测试 实验前几米将他穿上防弹衣 这样假人就能吸收子弹全部的能量 看能否会让人向后飞 首先是麦格农手枪 没有丝毫反应 紧接换上MP5冲锋枪 依然没有动静 然后是汤普森冲锋枪 虽然子弹的撞击力巨大 整个防弹衣都弹了起来 但假人依旧没有掉落 最终他们不得不使用12口径的双微弹线弹枪 这一枪下去 假人终于掉了下来 但没有一丝向后飞的迹象 读过《初中物理》的都知道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任何作用力都会产生等量的反作用力 所以想要目标向后飞走 那么枪手也一定会向后飞同样的距离 这种情况只有在枪足够大的条件下才会发生 果然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咱们看看就好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搬运火药时 他没注意桶上破了个洞 被老六看到后点燃了地上的火药 就在即将被引爆时 他发现并切断了引信 从而阻止了爆炸 可现实中人真的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小型实验 看火药的燃烧速度到底有多快 首先他们在钢板上均匀撒上了半米长的黑火药 而为了避免在测试时烧掉眉毛 亚当制作了一个长干点火器 可刚接触火焰的瞬间 火药就全部燃烧殆尽 看来阻止火药爆炸的说法有点扯淡 这时吉里认为是撒的火药量太大 于是他们决定用漏斗减少火药的剂量 并且把隐性长度增加到了1米 重新点火后他们发现 这次燃烧的速度果然慢了不少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试验场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火药燃烧情况 他们在地面铺上了30米长的木板跑道 但为了不把亚当炸上天 吉里只能把空火药桶摆在跑道的末端 随后亚当将火药连续撒在了木板上 那么他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虽然在隐性被点燃三秒后亚当才开始出发 但很快他就超越了火药的燃烧点 并不慌不忙切断地上的影线 紧接着吉里也开始了测试 这次他决定等影信快要烧完的时候拼命追上去 可当他刚要开始奔跑 就被亚当这个老六抠住了裤裆 导致最终没能切断影信 但如果没有外人拉扯 吉里一定能阻止燃烧 那如果在影信没有扑灭的情况下 火药桶会被点燃发生爆炸吗 下面他们将桶中装满黑火药 并延伸出一条影信 而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这次将采用高压放电的方式进行点火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接通了电源 地面的火药瞬间被点燃并朝着火药桶移动 然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火药桶被成功引爆 可见沿着地上的火药痕迹是可以引爆火药桶的 所以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就算你家有这样的火药桶 也千万不要模仿